大家好,我是莫莉 昨天之内,咱们的全球关注的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就相当于完满结束了 而且我预计这个结果,不管是奥斯卡的组委会 还是国内外的舆论媒体 大家应该也是看到了相关的一些热传的视频了 应该可能收获还可以吧 奥斯卡也算是完成了自己自疫情以来收视率特别低 也算是完成了KPI的一个任务了 因为至少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比如咱们的新景影帝维尔史密斯 变身,不是说是那个变身的拳王查理 对,因为他主演的角色是大小威廉姆斯的父亲嘛 就是讲述这个父亲如何培养出来两个网球界的这个巨人 对,为什么变身为拳王查理了呢 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这个 对,这个下面这一刻 颁奖典礼的过程中 因为主持人说了 开玩笑说 史密斯的那个妻子 对,然后是一个光头的形象 还说了两次 那史密斯就上去给了他一拳 对,这一拳这个结果可好 不管怎样 就是,不管是他当时的即时的一个临时状况 还是说这个是不是有后面策划的呀 就是奥斯卡为了拉自己的收视率 嗯,有这样一个行为出来 那现在的结果的话就还挺好的 你想,你看YouTube 就是有关这个 沃尔史密斯上去给一个主持人一拳的视频 成了这几年以来这个视频最高的一个点击率 对,创下了之最 那另外的话 这个被打的这个主持人 呃,然后他的那个就是什么 呃,这个这个就是主持的一些活动啊 表演的这个门票 瞬间一下也飙升了 那呃,沃尔史密斯呢 呃,因为已经拿了男主角了嘛 呃,他也算是比较完满的 呃,同时 同时这个大众啊 也看到了一个呃,就是说 本来就是全世界啊 大众对于说什么奥斯卡呀 颁奖呀,什么电影行业之内的最重要的奖项的呀 角逐啊,什么什么的 他也不怎么感兴趣 然后现在的话 因为沃尔史密斯的一拳 呃,几乎 不管是业界人士 还是说咱们的 打多数的网友啊 对吧 呃,都关心起了 就是说 为什么打了这一拳呢 干什么了呢 是吧 哦,原来是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呀 对,这也算是一个 怎么说呢 很好的一个传媒事件吧 对 奥斯卡的收视率一下就上升了 百分之五十六 是不是 很不容易啊 奥斯卡玩 玩上自己的KPI也是 啊 真的得使劲浑腥的解数啊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 那奥斯卡啊 就是每年的这个 就是近几年吧 这个收视率一直在 就是 在下降 呃,其实你说是疫情的原因呢 还是说电影行业不景气的原因呢 还是 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娱乐的方式太多 电影已经不是他们的最爱啊 或者怎么样 啊 奥斯卡的这个收视率的确是 就是 是 在下降 那奥斯卡也做出来了很多的一个调整 嗯 那调整呢 你看 至少是用营销事件 温尔史密斯的这个事件啊 大众在关心温尔史密斯为什么 打人的时候啊 嗯 那他们也顺便关心到了 看到了啊 这一届奥斯卡的啊 是什么影片获了什么奖啊 男女主角又是谁 嗯 对吧 尼克尔基德曼有没有获奖 然后那个 比如说 克鲁兹有没有获奖 咱们咱说的是那个平行母亲的克鲁兹啊 嗯 还有男主角 比如说 就是全自立的男 就是男主演 咱们的康博巴奇有没有获最佳男主角 啊 啊 跟维尔史密斯为什么 他又没有 呃 就是 啊 靠 靠自己的作品 然后 和维尔史密斯去竞争 啊 竞争男主角的还有谁 还有什么作品 好像大家的关心点都 都没了 也不知道怎么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因为疫情 是不是真的是 变了哈 那 奥斯卡使用了这么多的办法去 去 那个 抓取大众的一个关心 那 我们看到的数据是 奥斯卡这一届的啊 就是第94届的奥斯卡 班奖典礼 他也可以被评分 那评分的结论是多少呢 3.2 大概看一下 真的是创了新低了 那是不是也很无奈呢 是吧 嗯 嗯 嗯 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一个 我觉得奥斯卡一个不断的在改进自己啊 不管他改的对不对啊 反正他是在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啊 与时代挂上钩啊 不要脱节啊 怎么怎么样 嗯 那看一下 这个最受影迷欢迎的这个电影是什么呢 嗯 就是先说获奖的啊 叫做火死人军团这个电影 是扎克斯奈德来导演的 扎克斯奈德大家知道吧 就比如说他的那个正义联盟 也是一个好莱坞挺牛逼的一大导演嘛 对吧 最起码嗯 能能整得动那个正义联盟的什么超级英雄啊 什么什么的 这样的导演那绝对是一呼百应啊 有超强的粉丝 那这一次呢 他的那个粉丝就把他的火死人军团 这个他的这个作品推到了第一名 哎 拿到的最受影迷欢迎的这个奖 这是奥斯卡啊 就是新做出来的一个贴近年轻人 贴近网友 贴近大众的一个奖项 对 那再看看 呃 投票前五的啊 除了这个火死人军团 还有什么电影 那第二名的是灰姑娘 嗯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哈 嗯 第三名叫水无病 我现在不太清楚这个水无病 倒是个什么样的电影 第四名是蜘蛛侠英雄无归 啊 这个大家知道 呃超级英雄的电影嘛 对吧 第五个是倒数时刻 就是你看那前 呃前五名的电影都是什么电影 说实话 呃 我自己啊 就除了英雄无归之外 其他的都没有看过 然后 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靠前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费解的 还是说网友在恶搞啊 我觉得这里面恶搞的成分还真的是挺大 不知道都是呃 什么人在投票 当然奥斯卡对于每天的投票啊 啊 每个人你投票的数量 他都是有限制有要求的 但现在看来这个 最受影迷欢迎的讲活死人军团啊 看过的朋友 看看过的那个网友同学 可以大家聊聊这个电影啊 因为我是平时我个人的感觉啊 就是自己不太看这种僵尸类 所以奥斯卡整个所有的重要的奖项里头啊 就是有一些可关注的现象 其实我觉得呃 有有几就有几个挺可惜的点吧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沙丘啊 沙丘这部电影 嗯 他其实呃 获得了六个啊 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类的奖项 他几乎全拿下了 但是 其实沙丘这个电影最核心的一个工程 那就是咱们的导演维瓦尼伦啊 丹尼斯维瓦尼伦 他 连一个最佳导演的一个提名都没有拿到 那也是挺可惜的 其实嗯 咱们来关注这个导演的话啊 维瓦尼伦 他其实是属于现在好莱坞 中生代啊 就是差不多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 这一群终生代的导演里头 可能除了诺兰诺神之外的 就是另外一个中流砥柱了 呃 这样的人才其实很少见 也很珍贵 嗯 比如说维瓦尼伦 他的焦土之城啊 还有降临 还有银翼杀手 二零四九啊 这些其实都是 就是每一个方面他都是相当于把商业和作者的属性啊 就是说这个这个创新的这个这个属性 做的其实平衡的非常好的 的这个电影 就是说他既可以满足大众的看 就看这种啊 刺激啊或者是冒险呀 对对一个故事的一个追逐 那同时他又作为一个就是创作者 他去尽量的去 呃在一些很多细节方面去呈现 他作为一个啊 电影的艺术的这个这个 一个总的摆控者 创作者 他的一些表达的一个细节的方面 就是也是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创新 咱们就不说降临啊 也不说焦土之城 他本身的一些优秀的地方 咱就说这个 比如说沙丘 你说沙丘他的配乐啊 还有他的焦土画面 他的这个摄影特色 嗯 包括还有他就这种人物啊 就是推出他的就是这个 这个男主角 他他的他包括他的母亲啊 他母亲那个角色不是也做了一个衍生的一个美剧吗 对 嗯 整个的故事啊 人物的表演 就是一个电影整体的把控在这个导演身上 就是体现的非常的充分 那沙丘他本身作为一个商业影片 他同时的话 在人物刻画呀 故事讲述方面 还有对沙丘这个其实比较经典的一个科幻小说本身的演绎方面 也是做了很足的一个功课 对 嗯 表现的非常的好 但是他 没有提名这个最佳导演 所以也与最佳导演势之交臂 也是挺可惜的一个事情 嗯 当然最佳导演的话 比如说全智力的导演兼坎篇啊 呃 作为女性导演 呃 他的这个全智力 虽然说 本身题材可能有点 有点 我个人的观点啊 有点 呃 有点 就是在全智力这部电影里面去 他其实就是说一个西部啊 西部矿野兆的一个一个标准的一个强有力的男人 如何他同时又存在另外一面啊 就是这个男童的这种 不可言说的这种性的羞耻 就是这个发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 嗯 本人觉得的话还是比较怀念他1994年的钢琴课 对 呃 其实我原来看那个全智力就了解到 他的全智力的话本身也是一个女性的故事 那姻缘际会的话 他又把它扭成了一个男童的故事 所以的话 嗯 全智力就是 去竞争一个最佳导演奖 呃 从作品本身的话 我个人没有太多认同 所以就没有太多感情了 虽然说我本人对于剪凯篇 导演本身是很有感情的 对 是 当时把他的钢琴课也是 哎呀翻来覆去的看 翻来覆去的看 呃 对 嗯 那比如说所有的竞争最佳导演的人 他有一点疲力的话啊 竞争力不足的话 那大家就会又更会觉得 沙丘的这个导演他本身是很有实力的 但是却并没有进这个竞选 所以就是真是挺大的一个可惜 另外的一个可惜 另外的一个可惜也是 你比如说 呃 嗯 对比还是比较明显 嗯 对比还是比较明显 对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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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豪门里面的这个一个很有野心的女性角色 他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啊 为了掌控枯泣集团 为了怎么样就是就是这样一个豪门的纷争的一个故事 这尴尬跟这个女主角的话真的是整个的表演也是非常的好 你说大家觉得比如尴尬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流行歌手的一个角色啊 日常的印象 包括他之前的一个明星的诞生 也是跟音乐有关系的一个电影 那这一部Cucci家族的话 本身就对杠杠的表演 就相当于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他这次的表演也非常的浑然天成 所有的 你看整个的配置 所有的影帝 老戏骨 都是围绕着这个 咱们的女主角来展开的这个故事 但是嘎嘎也没有 也并没有提名这个对象女主角 所以他也挺可惜的 当然 奥斯卡的话 为了就是也是为了平衡 也是为了吸引年轻的粉丝 那就让嘎嘎 和另外一位就是电影业界的 很著名的资深的前辈 来一起颁这个对象影片的奖 那颁给了谁呢 颁给了那个Code 就是这个《见听女孩》这个影片 那其实嘎嘎的出现 包括还唱了一首那个《魔法马屋》里面的主题曲 其实也算是一种平衡吧 对 其实挺可惜的 他的这个古奇家族 他作为女主演也是很好的 表演得非常的好 你几乎就觉得 他就是那样一个 古奇家族里面 这样一个 你说又是野心啊 还是说对爱情的不甘呀 还是怎么样 这样一个角色 浑然天成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那再说到这个Coda 这个《见听女孩》 那其实对于她获得的对驾影片 就很多人有点不平 我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驾驶我的车 那虽然是一部日本的出品的电影 那可能在奥斯卡的竞争上头嘛 可能要稍微弱一些 肯定不可能获奖 但是她本身从电影艺术本身的这个创新呀 还是说这种艺术性啊 都是非常适合最佳影片的这个奖项的 但是 就是 可能Apple TV更有实力吧 Apple TV 在就是花了2400万美元啊 去拿到了这个2014年法国的这个 她原版电影 就拜了一夜一家 然后 然后翻拍了这个《见听女孩》 也是关心瑞士群体 对吧 这样一个很一致的故事 包括《见听女孩》 其他的四个奖项也都获奖了 这是 说明Apple TV 这个出品方啊 还是很厉害的 当然《见听女孩》也是第一次就是说 就是流媒体啊 就是Apple TV啊 Netflix啊 这样的一个出品方 第一次拿到了最佳影片的奖项 也是奥斯卡的一个肯定嘛 但是没有肯定在奈飞上面 而是肯定在了Apple TV上面 嗯 那这个事情是有一点小可惜的 但是 这也没办法呀 对 因为奥斯卡他本身的一个最佳影片的评选机制 就很容易选出一个平庸的电影 这是跟他的评选机制有关系 他评选最佳影片的机制是 比如说 大概有十个影片 提名的 大家来投票 那 不管经过几轮啊 最后只要有一个影片 他的投票超过五票 那他就算相当于是活胜了 那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 就导致很容易选出一个 就是相对比较平均一点的作品 啊 就是这个 他的机制也是有一部分的原因 嗯 嗯 那 这样基本上过来了以后 你会发现 啊 这样一个很权威的 本来电影界的一个很大的 最大的一个奖项 也是有他 里头的一些很多的故事 挫折 是吗 有 这个 一难评 对 嗯 说一下 最后就是 其实比较 让人觉得 还是 意味深长 包括是很 感人的一些 缓解吧 比如说那个 三妙杰克逊 不是拿了这一届的 就是一个终身成就奖嘛 对 呃 三妙杰克逊 那当时最有名的作品 就是94年的 这个低速小说 那低速小说里面最有名的 那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就是 他和这个 就是 约翰区夫塔和 乌马森曼 两个人 跳那个 牛牛舞的时候 一个很经典的 这个电影最经典的 一个画面 那这三人 啊 在 这么多年以后 重聚在舞台上 也让我们非常怀念 当时94年 这样一个 电影大年 当时的一个顺况 想想啊 就是90年代 包括94年 可真是一个电影的 丰收年 嗯 比如说94年 当时至少有 那 咱们的最佳导演 简坎皮恩的 那个钢琴课啊 和咱们国内的 这个 就是 陈凯克导演的 这个 《八王别姬》 拿到了 尬娜的 同时双料的 最 最佳导演奖 对 呃 萧生克的旧书 对吧 啊 还有教父系列 嗯 低速小说 啊 还有甚至有 王家卫的 这个 东弦西读 啊 这个很经典的影片 呃 我记得应该还有 就是 侯孝贤导演的 这个 《悲青城市》 应该也是94年左右的 对 94年对于 电影行业来着 真是一个丰富的大年 这真的是 有几分怀念的味道 怀念也不是说 不看好 未来啊 而是说 咱们要从经典里头去 吸收一些 啊 吸收一些 经验和教训啊 就是 然后可以更好的 创造更好的未来 对吗 还有一个环节 所以就是说 是致敬教父 啊 这个影片 50周年的一个环节 那 那 咱们导演 科布拉带着 阿尔帕西诺啊 和 罗伯特特尼罗 三人在台上 就是 有说有聊 然后 回忆当时拍摄时候的 很多的 就是 啊 里里外外的一个情况 一些意识啊 什么的 对 所以 像教父这样 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 他这么多年以后 还被大家 不断的去 体会啊 去感受 甚至说 被知境啊 怎么怎么样 对 就是 甚至我看到 有媒体 就是说 现在的电影街 真的是就是 就是一群小孩啊 给一群 嗯 什么 老人院的 前辈们 进行致敬的 这样一个行业 你说 是不是好像 有点可悲的状态 当然 咱们也得 不管怎么样 虽然说 疫情 这个 大的环境下 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特别好吧 对 行业状况 不是特别好 包括整个世界 好像都不是特别好 战争 疫情 对吗 各种制裁 不同 不同国家之间的 这种对抗 什么贸易战 什么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咱们在经典的 这个作品 的基础上 还是要努力 向前看 向好的去看 对 今天咱们就先到此 嗯 拜拜